第20題 用體組前面所用的圖籍表格 問我們在0到5秒內 車上沉水燒杯內的水面狀態最可能為下列何者圖形 那麼我們從表格以及剛才第19題討論當中我們知道 這個車子的運動速度是越來越慢 就像是煞車一樣 那麼就會回到我們在教牛頓低運動定律的時候所提過的例子 那麼在行駛的公車上如果突然煞車減速 人會向前傾 會朝著運動方向傾斜因為他要保持他原來的運動狀態 所以這一題 燒杯內的水也會要保持原來運動狀態 所以當車子變速變慢的時候 他會朝運動方向去傾斜 所以呢就是那圖上面是向右運動所以他會向右邊傾斜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呢 我們第20題的答案要選擇的是B 他會朝著運動方向傾斜 也就類似我們在行駛的公車上突然煞車人會像傾傾一樣 這是相同的道理 就是油頓低運動定律的應用 這是第20題的答案 marca 埃